火车窜出就连阳台上 清晰可见红彤彤一片 7号凌晨一点多 台中西屯一处集合住宅 8楼发生火警 仅销货报到场 但烟雾实在太大 救援难度增加 只见半身站在窗外的男童 徒手山峰冲散烟雾 接着消防队出动云梯车 顺利将13岁男童救了下来 疑似有些呛伤 但意识清楚没有大碍 另外在火警上方楼层 有民众在阳台上 拿着毛巾呼救 随后警消也救下两名受困民众 现场出动两个大队八个分队 全力抢救 不过事发8楼 54岁男屋主和10岁女儿 被找到时都已经失去呼吸心跳 送医急救当中 另外还有三人因呛伤送医 至于详细起火原因 还有待调查理清 华文学员许一文台中报道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